虽然外界对于《浪姐》系列节目的唱衰声越来越大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档王牌 IP始终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0家女艺人抢着上节目 金主也愿意买单 芒果依旧能赚得盆满钵满 来到第五季的《浪姐》 依旧是焦点中的焦点 节目自嘉宾阵容曝光后 就成为话题中心 从主题曲《出舞台》到每一次公演录制 姐姐们的一举一动都能牢牢占据热搜版面 《浪姐5》还没开始播 一众姐姐已经开始吃到了节目带来的红利 在娱乐圈实现弯道超车 《浪姐5》一公舞台已经早早完成了录制 从现场观众反馈的内容来看 节目组今年在舞美、选曲、编曲等方面卯足了劲 一公舞台整体质量大大提升 《发如雪》、《六边形雪花》和《有你在三个舞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丽君的戏腔、万尼达的说唱、和杰的唱跳、袁亚维的唱功等 都是一公舞台的看点所在 4月8日 《浪姐5》二公舞台正式完成录制 随着节目的录完 二公舞台的相关内容也提前被曝光出来 《浪姐5》共有32位姐姐参与二公舞台的录制 她们分成8个小组 包括两个6人组、四个4人组、两个2人组 相较于一公舞台 二公舞台的整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观众最直观的感受是 战装纯唱舞台偏多 舞台视听冲击力明显不如一公 不过二公舞台的话题讨论度一点也不输一公 最主要的原因是二公赛制的变化 扑朔迷离的赛制直接把话题拉满 《浪姐5》二公采取的是车轮战的赛制 陈立军、柳妍、萨鼎鼎、陈浩宇四人 在一公舞台拿下了第一名的成绩 她们二公舞台直接锁组 并第一个出场表演速 其他7组姐姐向速发起冲击 根据赛制 其他7个组别只要票数超过速 那么全员安全 反之有淘汰的风险 速如果票数排名前三 那么全员安全 如果票数排名第八 那么全员淘汰 如果没有小组票数赢过速 那么7个小组中排名前三的的也全员晋级 其余待定小组根据个人喜爱度进行淘汰 这个赛制听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速组就好比这一期的泪主 其他7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赢了就安全 输了就可能待定 最终看的还是票数和个人喜爱度 这样的玩法 就是让枯燥的比赛 一下子就有了悬念和话题 速组4位姐姐的表演成为评判的标杆 也是焦点中的焦点 她们在一公直接拿了第一 人气和实力占优 但是二宫舞台第一个出场会被押票 想要一直守住优势也有难度 那么 速这个舞台到底表现如何呢 从现场观众反馈来看 4位姐姐在舞台上火力全开 蓝白色系的服装抢眼 整个舞蹈编排很有故事感 姐姐们基本全程都在跳 陈丽君合唱时有戏腔 萨鼎鼎的海豚音也让人印象深刻 互动拉票环节画风突变 柳妍负责活跃气氛 四位姐姐化身红棒壳全场跑 陈丽君还露出了腹肌 现场粉丝一片尖叫 速最后获得了831票 第一个出场能拿到这样的分数并不容易 其他组想要超越这个数字也有很大的难度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速无疑是大赢家 何杰 杨锦华 周扬青 麦率先功类 一首经典的神奇点燃全场的热情 但最终的分数并没有超过831票 四位姐姐功类失败 韩雪和Joyce合作带来歌曲深厚 整个舞台比较平淡 没有太多的亮点可言 但是因为韩雪在赛典秀中战胜了李佳格 为团队赢了20票的加分 这也让身后最终票数超过了速 韩雪 Joyce攻类成功 节目正式播出后 身后这个舞台很可能成为二宫的一个争议舞台 因为现场观众反响平平 但最终攻类成功 赛典秀的加分完全主导了比赛的结果 这样的操作显然难服众 万妮达 亚米 范甜甜 赵一欢 朱丹 李佳格 虽然在小考环节拿到了前两名 但赛典秀李佳格输给韩雪 万物盛开法则 票数也没能超过速 此外 青花词 虚拟 楼外楼等舞台 同样都输给了速 即使有七威 尚文杰 刘欣这样的人气姐姐加持 他们也同样没有攻略成功 浪劫一宫舞台的原创歌曲《六边行雪花》 收获无数的好评 这也让人对二宫舞台的原创作品充满了期待 遗憾的是 郑妮可 孙夏琳 金孟佳 郭书瑶四人带来的原创作品 《觉悟》 乏善可陈 最后还是没能赢下速 节目组也很会制造悬念 现场只公布了速这一组的票数 其余七组只公布输赢情况 而不公布票数留给观众更多的遐想空间 根据二宫赛制 排名前两名的身后和速权源安全 而另外六组选手都有被淘汰的风险 按照个人喜爱度排名 将有四位姐姐被淘汰出局 六个危险小组中 根据个人咖位 人气 话题度等维度来看 吴漾 苗妙 蔡诗云 谢金燕 李佳格 范甜甜 赵一欢 金梦佳 郭书瑶等姐姐 被淘汰的风险更大 四位淘汰候选人 大概率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节目录制完没多久 一份关于浪劫舞二宫的淘汰名单也出炉 Yammy 金梦佳 吴漾 郭书瑶四人在名单之中 金梦佳 吴漾 郭书瑶三人的出局 在意料之中 本身人气和实力不足以支撑他们走得更远 而Yammy的出局则让很多人直呼意外 女团出身的她和浪劫舞节目完美契合 她本身就是全能型选手 唱 跳 说唱都在行 舞台表现力也非常强 她的出局也确实让人意难平 如果Yammy真的在二宫被淘汰的话 相信也将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争议 节目组的这一部棋确实让人看不懂 期待Yammy能够拿到孟佳一样的复活剧本 和杰 你会不会再爆一次火 曾以出色的唱功再加上无人能敌的舞台表现 在2005年超级女生节目上成功继身国内第四位 后以一曲你一定要幸福风靡全国 更是成了那个年代校园广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首歌 只是遗憾的是拥有严厉的她中因友情与爱情 而败落许多路人员 就连屡次当众喊娘家最火爆的真人秀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毫无反应 这一次终于走上了自己梦想中的讲台 这对唱歌跳舞都很出色的她而言 绝对是最适合自己的 就现代情况看和杰活已经定下来 而其号召力之强更有可能是惊吓另一王心灵 一 代言方面 4月1日标志着这个月的开端 亦是和杰出席浪姐之后首次商务 她官宣全新代言 对歌手而言 确切地说该是对沉寂多年 漂浮不定的和杰而言 最意外也最认可 尽管官宣代言的牌子谈不上有国民度 而且价格不菲 但从现今内于情况看 艺人们拥有新商务代表了其身价 因此浪姐5至今没有推出 和杰则可以先声夺人 拿下全新代言 这才是最精彩的风向标 显示业界对她的成长与爆发力非常看好 二 一工的声誉 除此之外 和杰正在录制浪姐5并已完成早期排练 而在一工台之后 也有很多到国该场的网友都对和杰的演技称赞有加 坦率地说 今年她的爆发力是最强的 场面台上完全是意外的爆发 三 观众员等 除了看了现场网友们纷纷称赞和杰大之外 网上 此次浪姐 和杰声音最大 毕竟 她是05届快女中众多高手中的一员 当年被称为舞台地主婆的她 绝非空穴来风 那一年可是凭借一条一条短信打投出来的第四名 她无论形象还是专业度 都是很标准的女团 只是这几年由于婚姻问题而延误了成长的时间 纵观同一届李雨春 张亮颖 周笔畅等 有无数人为和杰扼腕叹息 一往昔的岁月 遥想当年大赛 和杰和排名第三的张亮颖却常常相互为敌 他们两人从成都赛区一路向全国进军 其实力是不可低估 可就是遭遇了这么强的强敌 让两人在晋级的道路上 并不是这么一帆风顺 和杰更以其有力条件屡屡战胜海豚公主张亮颖 足见其唱功与观众员之身后 憧憬未来吧 从目前官宣代言 观众点赞 网上呼声最高等各种现象看 和杰毫无疑问将是本届浪劫舞这个舞台 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 又一次用力量证明了自己 也收获了受众的真心 而这一切也许会发生在《浪姐三》中 王心灵在初出茅庐的舞台上缔造了一个奇迹 毕竟19年前的和解 她的和饭已经变成了现今经济的支柱 如果他们真的觉醒了 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 浪姐舞姐姐们的力量 陈丽君祖是如何战胜七大对手的 自从《浪姐舞》开播以来 各种质疑声不绝于耳 但观众们对下一季的期待却始终不减 这其中 陈丽君祖的表演无疑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二公录完后 他们以一条七的姿态连续五轮获胜 实力之强令人赞叹 陈丽君祖的表现可谓是出类拔萃 在首次公演中 他们就以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和唱跳实力 赢得了全场最高分 而在二公的比赛中 他们更是以强大的实力和精心准备的舞台 征服了观众 他们的表演不仅有丰富的音乐元素 和精美的舞美设计 更有姐姐们出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二公的开场秀中 陈丽君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他们唱跳了马盈盈的素 服装和舞美都是蓝白色系 几乎全程唱跳 诚意十足 在合唱环节 他们更是展示了出色的唱功和舞蹈技巧 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而他们的胜利并非偶然 面对对手们的挑战 他们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坚韧和毅力 在面对强劲对手时 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以更坚定的态度和更专业的技艺去应对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正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在面对多个对手的挑战时 陈丽君祖的姐姐们 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和紧张 他们以出色的团队合作和精准的舞台表现 一次次战胜了对手 赢得了观众们的喝彩 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和出色的专业素养 令人对他们赞叹不已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让他们满足 相反 他们更加坚定了追求卓越的决心 他们知道 每一次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 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换来的 因此 他们更加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机会 更加用心去准备每一个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 陈丽君祖的姐姐们也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团队精神 他们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共同面对挑战 这种团队精神 是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出色成绩的重要保障 然而 胜利的同时也意味着离别 在这次公演中 有四位姐姐遗憾离场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惋惜的事实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这也是一个姐姐们展示自己 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们通过这个平台 向观众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总之 浪劫52公路完 陈丽君祖的表现 无疑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的出色表演和专业素养 令人赞叹不已 也展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和团队精神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们将继续为观众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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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